新聞主持人鍾嘉慧 觀眾朋友大家好 我是越南新聞主持人鍾嘉慧 首先感謝大家的支持 我們正式開通新的新聞欄目《越南新聞》 請大家訂閱 今天為你們帶來以下的資訊 香港護照被濫用上千共產黨員叛徒 香港實業家袁弓兒先生 在8月5日接受採訪時透露 美國對香港問題準備了一整套計劃 包括實際行動和意識形態上的兩條線 美國一方面在外交等方面與中共脫鉤 一方面做戰事準備 美中戰事的升級引發上千在美國潛伏的中共黨員叛徒 他說美國對香港發生的事情跟得很緊 美國大使館也大量收集情報 香港這邊基本上就是人權 香港現在實際上就是人權問題 他們幫我們做的事都是和人權有關 所以兩條戰線 一條是實的 一條是意識形態 香港現在似乎是意識形態的 袁宮儀爆料說 美中之間的針鋒相對現在自動升級 在撤走大使館人員的同時 可能還包括驅逐媒體的記者 他說 在美國有很多潛伏著的共產黨員 有些是外交的 有些是新聞的 差不多有1000人要求政治庇護 所以它裏面也保不了什麼 所有在美國的活動都要被曝光 袁宮儀接著說 有些人移民美國的時候也是中共黨員 以前不暴露自己 但是這些人是不想回大陸 回到那邊不知道面臨什麼的一個世界 擔心回去了可能出不了你 有些黨員 地下黨員 潛伏黨員就出來了 還有外交部那麼多領事館 每天都有人失蹤 袁宮儀透露 中共媒體人的叛徒嚴重 還有就是新聞界 這次這麼大壓力給新聞界 記者都不想回去 美國好吃好住 為什麼要回大陸 回去可能還被鬥爭 所以老實說 你回去可能是空多吉小 共產黨完全沒想到會有這樣的事 突然之間沒準備 所以這些人就失蹤了 就去申請政治庇護 拿到政治庇護就安全 袁宮儀估計 很多媒體記者會申請政治庇護 這些在美國是非常簡單的事情 而很多所謂的記者 實際是入境美國的中共間諜 正規的記者 真正的記者 其實都是間諜 中共哪裡有真正的記者 那裡有幾百人 但是按照美國政府前幾個月公佈的有幾千人 幾千人用記者的身份入境美國 現在全部都要驅趕 他們唯一的出路 如果不想回大陸的就是政治庇護 袁宮儀還說 美國已經知道了很多有香港護照的記者 實際上是與中共高官有關係的人 香港政府發出了一千萬本護照 而實際香港只有700萬人 其中申請用護照的真正香港人 只有500萬 意味著有一半的香港護照 是送禮給了大陸高官 有些人根本沒去過香港 他說 拿出來有香港身份證的 全部都有香港特區護照的 所以香港那個移民局很早就淪陷了 可以這麼說 你在美國看到那些有身份的 你很多人都有香港身份證 袁宮儀認為香港護照被濫用 說明香港的整個系統早已經被破壞 在1997年回歸之前 香港人的個人資料都已經被傳輸到中國共產黨 拿香港護照的大陸人有些是地下黨 有些是靠高官的權勢拿到的 如今 實際上大陸的高官對香港不看好 香港被中共搞成這樣 他們多數都願意留在美國 袁宮儀估計這些人不願犯中國 但去美國大使館決定一段時間內停辦簽證 意味著想去美國會越來越不容易 中共高官為保護自己掌握彼此機密 袁宮儀說 中共高官為了讓自己的家人在國外申請到政治庇護 就將特別神秘的資料交給自己的家人 他認為中共對黨員叛徒的事情根本沒有回擊之力 他還說 中共大外酸花了很多錢 都是老百姓辛辛苦苦賺來的 中共將廉價產品賣給美國 將外匯拿走了 將貶值的人民幣給老百姓 物價一直上升 這是一個大騙局 當被問及駐港的美國記者會不會被驅逐 袁宮儀認為可能中共會選擇性地做 因為如果所有記者被驅逐 那麼香港就沒有新聞自由 香港作為金融中心的地位就會被癱瘓 譚及孫力軍被捕 袁宮儀表示 香港去年的送中的罪魁禍首就是孫力軍 他支持那些黑警和黑社會來打學生 他也知道遲早有人對付他 他的樹敵太多 在國外和國內整個公安系統裡都有 所以他一定要想辦法保護自己 中共所有高官都有一堆機密要保護自己 個個都你偷聽我我偷聽你的電話 然後全部錄下 將來有什麼事就拿這些來保命 袁宮儀說 例如薄熙來的兒子薄瓜瓜 拿著很多機密來保護自己 令計劃在美國的弟弟也拿著很多的機密 他們一般的做法就是對人暗示 我有機密你不要來搞我 共產黨經常反面不認人 對親共的人都可以分分鐘反面 中共的高官可以是一夜之間權力就沒有了 所處的這種恐怖世界遠超過一般人 中共高官的恐懼遠遠超過老百姓 DNA檢測黑幕和香港官員被制裁 袁宮儀還提到近期香港人比較關心DNA測試 袁宮儀說 據說參與的公司背後是華大基因 和中共關係密切 和在新疆和天津做器官移植的醫院 也是密切相關 香港的基因檢測和核酸檢測很發達 給大陸公司來做750萬香港人的檢測 令人匪夷所思 袁宮儀還表示 基因檢測是一筆大生意 一方面涉及利益 700多萬人的檢測涉及很多錢 即使是免費也有理由從香港的財富拿錢 另一方面也可以選擇性地控制每個人的寄陰信息 面臨美國的制裁 袁宮儀認為香港整個警隊 整個紀律部隊裡面 很多人都想轉職 也是怕將來被制裁 他說 幫中共在香港作惡的人 如果面臨制裁是很慘的事情 包括老婆子女一家兩三代人都被影響 可能銀行戶口和信用卡都沒有 我們看到在8月7日 川普政府宣布 中國共產黨已經明確表示 香港不再享有北京承諾對香港人民 和英國50年的高度自治 川普總統明確表示 美國因此將香港視為一國一制 並對破壞香港人民自由的個人採取行動 美國根據第13936號行政命令 制裁11名中港官員 被美國制裁的11名中港高官包括 特首林鄭月娥 特首辦主任兼國安委秘書長陳國基 律政司司長鄭若驊 保安局局長李家超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長曾國偉 警務處處長鄧炳強 警務處前處長盧偉聰 中聯辦主任駱惠寧 港澳辦主任夏寶龍 港澳辦副主任張曉明 國安公署處長鄭雁雄 袁宮儀對此表示 制裁香港官員的名單 還會分批次地陸續公布出來 這種制裁必然會發生 談到林鄭月娥的愛將邱騰華 已經失蹤了很久 袁宮儀表示 共產黨對官員管制的制度 已經用在香港 派來的司機 工人 秘書 個個都是來做監視的 聽說香港衛生署有官員離職 或者不出來 刑事檢控署專員梁卓然辭職後 都沒有人敢頂替他的位 頂替的人也會被制裁 整個香港的系統被共產黨破壞了 袁宮儀最後表示 他認為美國在外交上對付共產黨員 被中共施壓逼他改變 比如大家都不讓共產黨員入境 不讓簽證 或者凍結他們在海外的資產 收繳公有和私有財產 來賠償全世界的損失 我們將繼續為你更新報導 也請你繼續關注我們的頻道 如果你喜歡我們的節目 請點擊越南新聞頻道 點擊小鈴鐺訂閱 或點擊下面的連接直接去訂閱 當日節目發布的時候 你會在第一時間收到我們的通知提醒 多謝你們的支持 再見